你是聽到這個數字 就能滿足一個年輕人嗎 其實22坑早前今年1月就成了過去式 行政院核定調整基本薪跡成23001 今年即將畢業的學子們可能無感 但接下來的這個訊息 肯定讓你龍心大怨 高達95的企業表示 有醫院聘用今年的應屆畢業生 達到8年以來新高 對於今年的學士級新鮮人 平均起薪為29228元 比去年增加3.2% 研究所級的新鮮人 起薪為32,012元 比去年成長1,112元 增幅為3.6% 雙雙破六五年以來新高 而畢業生對於人選手份政治工作的月薪期望值 比起去年僅增加了291元 平均落在32,115元 平均期望最快工作4.6年 就可以存到第一個百萬元 代表人生的低桶金 同時也希望進入職場後 最快花7年半的時間 就可以達到年薪百萬 在應屆畢業生或今年退伍的新鮮人中 高達9成8選擇先就業 這也跟台灣職場大多越來越重視工作經歷 以及台灣大環境不佳 物價漲等薪水美漲 所造成的家庭經濟壓力 而在計劃先求職的人當中 又有8成7的人透露想到國外工作 而創下6年來的新高 因為出國越來越方便 打工度假盛行 跨國爭裁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最熱門的海灣上空地點就是 日本 但是跟國人在海灣工作的前5名榜單有所差異 最多人工作的中國大陸 在新鮮人心目中 只排名第6 這可能跟日本對年輕人來說的夢幻印象 以及兩岸關係長年緊張有關 對於畢業生而言 影響他們第一份工作的又是誰呢 畢業生首要考量是薪資 接下來則是公司福利 是否符合興趣以及職務發展性 新鮮人們 你們準備好他的職場嗎 指揮 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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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